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口钉 去默想 耶稣就是为我们受苦 今天我们在预苦期四十天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十字架放在教会的门口 不知道你每次经过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呢 可能都是很匆忙地经过 对于你来说 这个十字架放在我们教会的门前 可能没什么特别去世上 鼎姊妹其实这可能反映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活在忙碌的当中 我们没有这样的空间 去静低落泥 去默想耶稣在十架成就的一切 所以今天十字架 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保价清凝 由去年我们很悲痛地去钉 每一口钉上十字架 今年 我们转为同心 带着一个盼望的心 仰望这个十字架 没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我们的罪而钉死 但同样因为耶稣的写身 令我们得着自由 释放 盼望 所以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有差不多六百位的弟兄姊妹 他们一起继续去默想 仰望着这个十架 今天下午 一个一个弟兄姊妹 看到他来到台前 静观这个十架 这个十架 对于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走至保价清凝 诗歌里面 第一段里面所说 他说 在主保价清凝中 欢然立定脚步 好将 盛鼠远行辛苦 来到盆石之音 幼将旷野 恩逢居住 长途喜见良庭 到此得息 肩头重担 仰力 奔赴前程 歌词里面说到 十字架 就好像在盛夏 在夏天的时候 很炎热 行山 突然间见到一个良庭 保价清凝 就成为我们信徒 一个得力的地方 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重新 带着盼望的地方 今晚 我们的主题是 主爱的报价 有自这首诗歌 第二节的歌词里面说 神圣庄严的十架 我当抬头仰望 双眼如见补血流下 为我写身景象 热泪满腔 串心如烈 仔细反覆思想 思想 我本 不配蒙恩 思想 主爱 非诚 所以弟兄姊妹 今年 我们就是带着这份 感恩的心 当我们再去看着 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思想 耶稣的大爱 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让我们同心 安静 三百多年前 耶稣会的传教士 将福音传到中国 当时清朝的康熙皇帝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感召之下 写了一首 繪迹人口的七言律诗 十家众 诗是这样的 十家公成十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新列四牙半夜路 逃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撻寸呼列 六尺圆碎 二道齐 慘动八该 经九品 七言一笔 万灵提 历史没停下来 密换星宜 帝国烟没 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却仍然是束立不倒 无数的人 从地的四极 你都就近十家 二千年来 神圣的事迹 光辉环绕 十家上留下的补血 涌留住的是医治的恩典 十家上留下的补血 彰显的是永不放弃的大爱 在这个晚上 让我们都来就近十家 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不需要再迷途 不需要再到处的摸索 这个晚上 有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 用他们的身体 舞蹈引导我们奔向十家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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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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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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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